本人再一次的重申 市政府去中国大陆的行程 会遵照中央现行的相关法令规定 请入委会放心 21号即将出访大陆 一项口才遍及的韩国瑜 难得赵搞念 吸进卖水果之前 还得先让中央放心 中央职权部分 确实他要特别的小心谨慎 不要被中国 还是不放弃对台湾武力换台的 集权政府的种种政治框架给框住 谢谢苏貞昌院长的提醒 再重申一遍 高雄市政府去中国大陆南方城市拜访 绝对会谨守分计 绝对会 而且我们去拜访 完全是为了帮农鱼产品找通路 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观光客来高雄 观光旅游 而且韩国瑜当团长 绝对不会带了一根哨筹去 中国大陆南方 好吧 相较于卖菜狼走出去 向全世界卖过 小安总统却仍然继续喊话策略 接受日媒专访 希望进行安保对话 却被日本外务省打脸 目前不考虑 总统直接放话 其实直接把我们国家的脸 自己伸出去给日本人打 更凸显出台语要都是假象 就怕外交政策成了选举内销手段 台湾一再被锁死 只有空谈没有行动 双方缴出的政治成绩单 选民眼中高下立判 接着你家会王志文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